哈囉大家好 請讓我們今天繼續玩一下 我們的貓咪單身IT版本啦 那今天的話基本上我們這邊的第二張也快要打到我們月球了喔 那刷街寶真的是非常非常容易 然後這邊的話呢 這邊有發現幾隻啊 哇 我們這邊有看過的特別貓貓欸 尤其是有一個特別的一個迷你貓神喔 我們今天就先來介紹一下迷你貓神好了 你看有沒有 玩豆貓是一般來說大家都看得到的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的這個 某某貓嘛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狠袋貓 你看右邊這個 不知道是誰 右邊這兩個也不知道是誰 然後梅魯克也是直接給你了這樣子喔 來來來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重頭戲喔 尬的啦 好不好 迷你貓神 我們來看一下迷你貓神就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自己個人也是蠻開心的喔 A dirty to try time and space The posh box has made it appear as a child This is open needs it is really him 這個真的是貓神嗎 應該是這個意思喔 好 那我們今天就用我們的迷你貓神來大戰一拋我們的這個好不好 第二張的月球篇了好不好 我除了一般的基礎貓貓我是很少在用這種就是特別的貓 我們先看一下它的基礎型態 哈哈 迷你貓神看都沒看過喔 好 哈娃伊 來 阿好儀 來來來來 看一下喔 這邊的話基本上我們前期的第二張跟第一張跟第三張應該都還算是OK啦 而且這個是我們的道具滿滿滿的系列喔 像是我們的IT版 IT版的道具真的還滿便宜的啦 但是還是要用罐頭去買喔 還是要用罐頭去買 來 我們來看一下迷你貓神 來啦 喔唷 歐買 喔咧 會暫停欸 這隻好像滿厲害的喔 看起來 但攻擊的時間稍微有點長喔 好不好 但是它會暫停欸 它不知道是針對我們一般性敵人暫停還是怎麼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之後我們打那個 狂亂系列應該也是滿爽的 疊多一點這個貓神應該還滿OK的 就一直讓我們那個一般性敵人暫停起來應該會滿OK的喔 水喔 迷你貓神感覺不錯 但這隻的話基本上我在日版啦 還有我們的台版 還有我們就是那個 Switch版本都還沒有看到 所以這個應該是我們這個 IT版的 信用角色嗎 我不知道一般的原本的英文版有沒有這些角色欸 也有可能是英文版的角色喔 但是這個迷你貓神我是第一次看到 還滿酷炫的 好啦 滿酷的 滿酷的 它一階段的話看起來是有機率讓那個 目前來說是一般屬性吧 一般屬性的敵人有一個那個 暫停的一個姿態 好啦 所以這邊 好 我現在還不錯 你看我會暫停 但它好像是單體傷害喔 就是不是範圍的 看看它們能讓斑卡爆傷傷害 就是能夠讓它暫停 如果可以的話那 哇那它應該滿猛的 不行 好 看起來是不行的 所以貓神的話這邊是讓一般性敵人的那個動作停止喔 大家如果 你玩IT版的話呢 我覺得這隻角色之後也是可以來做一些事情喔 但感覺它的那個暫停好像 沒有像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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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這麼久欸 而且又是單體了 有氣而被暫停到了 來來來 Fire Fire 有沒有 欸 等一下 剛剛 剛剛搬海報上還要點暫停了 哇它是什麼屬性都可以欸 但是它的暫停好像是短暫暫停的樣子 而且它是單體的喔 我們要開始疊龍貓了 哇 那這隻好像還滿酷炫的喔 這隻我覺得還不錯欸 但是我覺得它搞不好會被那個 會被大象打爆 來了來了來了 袋拳來了 努力先疊多一點迷你貓神喔 那迷你貓神要疊的話也不是說能夠這麼快疊的啦 但是 它的攻擊其實也是稍微比較偏 偏久一點點 欸 它暫停說真的沒有沒有暫停太久 但是它百分之 它百分之百暫停的樣子喔 而且這是暫停各種屬性的敵人 那你就還不錯 唉唷唉唷唉唷 它不會被大象弄到喔 哇 這個嗨翻天了 它不會被大象弄到 真的欸 你看怎麼弄到 短暫的停止啦 但是是什麼屬性都可以欸 所以 這隻角色如果疊起來的話 應該就是全世界都可以被它暫停到吧 但是 它只能暫停一隻啦 好不好 它是我們那個單體的攻擊型角色 但這隻真的還滿讓我驚訝的欸 還滿厲害的喔 說真的 疊更多的這個出來 然後讓他們的攻擊有一個間隔的話 應該會滿爽的 又瘋狂暫停 而且 它是中遠距離欸 連大象都摸不到的那種 但是它的暫停時間真的就太短了好不好 如果之後可以升本人的話 把它那個暫停時間拉長 這隻應該會滿噁心的 IT版特有角色吧 感覺是這樣 因為IT版除了就是敵人會強化以外 它也會給我們幾隻就是 蠻特別的強化貓貓喔 所以這個大家都可以去玩一下 那好可愛喔 第一隻出現 新貓咪 好不好 新貓咪 貓咪神 迷你貓咪天神 厲害了 Omigod 來來來 打掉喔 那下一關就是我們的月球啦 就是我們的紅色臉哥啦 沒有問題喔 那一樣帶領我們的迷你 God好不好 迷你貓天神一起來去前往挑戰 沒問題來看一下哈 第二章的最後一關 Moon 來啦 這關就是我們的紅色帝王啦 好不好 這關就是我們紅色帝王啦 來啦 很快捏 唉唷 那我們這關不能亂搞了 我們要先 照我們的正常方式來打 基本上啦 新手階段的話就是 不外物就是蝶龍貓跟腿貓 因為這兩隻的攻擊是比較遠的喔 然後 牆貓跟小貓就是當個炮灰來擋 基本款 基本款 這個大家基本上 看著屏開過這麼多智障號 應該都已經不陌生了喔 好 我們待會先出第一隻貓神喔 因為我們要目標疊貓神 然後來暫停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 疊我們龍貓了 然後巨神貓也是可以疊的 因為巨神貓的話 他的那個 輸出啊 蠻大的 然後他的那個體力 可以堅持很久喔 因為他一KB他就死掉了 好不好 他一KB他就死掉了 來來來 打得到帝王嗎 先騎一波吧 貓砲開騎 我覺得貓神應該 不會被 對 不會被打到 唉唷 他蠻穩的耶 我是說真的他好穩喔 哇 這角色說真的如果能夠量產的話 應該會蠻厲害的喔 完了我們忘記讓大家看一下他那個了 他的那個 二階的樣子了 待會這關打完我們讓大家看一下二階的樣子 他真的完全不會被打到耶 但說真的他暫停的那個 暫停的時間太短了 那如果暫停時間再長一點的話 那就會夭壽 夭壽恐怖的角色了耶 會超級作壞的那種感覺 他完全打不到他 太神 太神啦 貓咪天賢 165跟一隻 就是 我有噴爆喔 其實正幾隻說真的 因為我們有刷暗金爆啦 然後你用原本的那個 基本貓貓陣型啦 說真的就已經可以就是直接 試虐到那個 月球篇第三章了 噴噴老師那一關啦 所以這邊加上我們那個貓咪的這個 仙人只是做一個就是 戲劇性的效果啦 然後順便看一下他的威力 我感覺他 如果能夠順利疊起來的話 會真的還蠻猛的 但他的暫停啊 真的太短了 他如果暫停能夠再延長一點點的話 應該還真的不錯 你看他的各種就是 距離就打不到他還是 還是其實根本就打不死他 有沒有這可能 沒有啦 剛剛看到 他前面關卡有被KB過了 應該不太可能 就是直接那個 直接讓你就是 打不到他或打不死他這樣 比較沒可能 唉唷喔 攻死他 然後他這個啦 CD生產速度如果能夠再提升一點點的話 我覺得也是會不錯 好 你看三隻了 然後巨神貓真的就很猛啦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就是 一定要打到敵人的話 巨神貓是一個非常非常優秀的存在 你看 他只要不要被KB 他就不會死 因為他的KB係數只有1 被打到一下 1KB他就是代表他要死掉了 所以他是 能夠扛住那個 比較強大的攻擊 也不是強大的攻擊 就是可以就是 走到別人面前這樣 來來來來 弄起來 弄起來 巨神 巨神 貓砲 他打到了耶 因為他應該已經在塔後了 然後我們這邊又往前走的話 那就沒辦法了 其實也是蠻痛的耶 他打到一下 我們那個貓命仙人就飛了 夭壽 夭壽 唉唷唉唷 不出事咧 他後面二階就變成範圍攻擊型角色啦 因為有些角色他二階之後會提升啦 我們剛剛是還沒讓大家看到他的二階 如果他二階是範圍型的話 那很猛耶 那很猛 來來來 這次應該要掛了 再見帝王 哇 居然還沒嗎 派點金貓好了 金貓我記得是紅色敵人坦克嘛 好 再見帝王啦 沒問題 好不好 這邊的話 第二張的世界篇月球也是沒有問題 好不好 然後 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我們的貓咪喵神 這個迷你版 還蠻可愛的啦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也沒一些看法喔 好 那我們等待會兒的故事結束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好不好 來看一下我們的那個 迷你貓神的這個二階 看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他一階其實還蠻讓我驚訝的齁 居然站位還不錯 然後又是一隻那個 遠攻距影然後又可以暫停 只是他的暫停跟就是生產的時間有點久 如果能夠疊起來的話一定會威力可怕好不好 威力可怕再走 好 悶得沒問題 直接給他打掉喔 那我們待會兒就直接把故事畫面直接跳掉好了 就讓大家再看一次了齁 沒問題 謝謝大家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來到了我們的第三章啦好不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那個貓神的 貓神的進化會發生什麼事情 來看一下喔 變成黑頭貓神了 黑頭貓神 Corea 啊完了我忘記開寶物雷達了 趕快先跳出來一下 跳出來10秒鐘不會扣你體 刷寶很爽欸 直接寶物雷達開起來就對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邊 因為第三章所以他的金費也會比較貴啦 好不好 這不是因為他升級之後他變貴了這樣 來看一下齁 黑頭的貓神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 來來來來來 嘿 變成紫色波囉 變紫色波 但看起來不知道會不會是範圍型的戰體 如果是的話應該蠻爽的喔 看一下齁 攻擊的話一樣是 好 然後是遠距離的一個 那種紫球 看一下喔 會不會兩隻 他好像也不是百分之百一定會暫停的樣子 哇 我們這邊 小貓跟強貓直接要反面卡爛啦 對耶 這次感覺好像沒那麼好暫停 好像還是單體的樣子吧 看一下喔 看起來還是單體好不好 所以 這邊的話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這個貓神啊 他就是一隻 還蠻不錯的角色好不好 就是可以一個 在一個終點 中等位置卡位 然後 把別人就是 暫停的一隻角色 但是他只能為暫停好不好 他只能為暫停而且又是單體 但是我覺得如果他能夠順利的疊起來的話應該會蠻爽的喔 啊 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的話 哲平還會繼續努力的把我們這個關卡推到我們第三張 第三張月球片的時候再跟他介紹一下 那後面還有幾隻沒有看過的角色喔 所以到時候再跟大家慢慢一一介紹 看一下他們能力到底是什麼樣子囉 我覺得我們今天這個迷你貓神 威力好不好 厲不厲害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對他一些看法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我這次是平台見囉 大家 掰掰啦